这样的部分呢 假如说我要抓的东西 抓的方法其实也都一样 第一个一定要是 你要的东西按右键 然后呢检查一下 那它会显示在右手边 如果你要把它换到下面 这边有一个三点 可以把它展开来 那稍微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 这里面有没有那个AE 里面如果没有class 这个状况其实还蛮多的 后面其实例子就越来越复杂 可能就没有那么顺利了 所以你第一个要先观察 也就是你慢慢要熟悉 这个右边的环境 所以以后呢请各位 就是如果你要经常观看的网页 可能第一个你要先观察 这个网页里面它的结构 你要抓的东西放在哪一个标签 哪一个类别里面 如果没有那个类别 你可能要再往上去抓 那个里面的东西 才可以抓到它下面的东西 所以是一层一层的关联性 所以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地方有我们的超连结 但是呢 它是在这个AE里面的HRI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抓 假设给它AE 但是没有给它class的话 你会发现它抓到会有一堆 一堆这些相关的东西 就不是我们要的 只有那一部分 所以呢 我需要缩小范围的方法 就是往上找 找到H3 然后再往上找有个box box 2 box 1 这边有好几个 当然我怎么知道哪一个 是不是我们要 像box 1 或者这边都按右键检查一下 你会发现这个上面是box 2 所以基本上你会发现 答案应该呼之欲出 其实这个好像这边就是它的 什么box 1 这边应该就是它的box 2 然后外面这一个的话 就是它的什么所谓的那个DIV的 那个block content 有没有 所以它有点像版型 所以DIV其实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如果说你网页里面 背后呢 其实它的排版都是一定一堆的DIV 那也就是说 以后如果说假设它是这样类似的一个网页的话 那我们可以先找到 那一个DIV 那个板块 里面的东西 那再告诉它说 你要抓那个东西里面的 有没有哪些特征 里面有很多H3 那我就抓H3 然后再去抓H3里面的A 那应该理论上就不会错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请各位可以再去试试看 新闻网不只是ED的DIV 也不只Yahoo 还有一堆 所以也许你每一个都去把它试试看 如果你每一个都抓了下来 那表示你应该慢慢越来越有心得 你以后要爬任何的网页 就比较不容易失败 不过我比较不建议你一下 就挑战太高难度的 先挑战简单一点的吧 你不要一下就挑战 你像那个打魔王 你一下就打最大的 那一下就死掉了嘛 对 ok 那一下死掉你就没有信心了 对你就觉得太难了 所以你要先打 就打简单一点的 不要太复杂的 ok 那这个我做好的程式 上面也有 你会发现程式没几行 但是其实还蛮好用的 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去观察什么 观察那个像Google好了 Google网页应该也蛮 蛮 easy的 而且蛮多人在用 如果说我今天要观察什么 关键字 吴老师这个关键字的话 当然你不一定要打吴老师 你打其他的没关系 你不要每个人打吴老师 其实我也不希望你一直在搜寻我的关系 因为Google会以为说我要作弊 其实Google很不喜欢人家作弊 所以你反而你打越多 他会去看 是不是说你没事自己在那边点 我看如果你没事在那边点 你以为可以提升你的排名 但你错了 可能短时间可以 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呢 你那个连结就会不见了 因为Google会认为你在作弊 他们其实他我不知道 其实为什么我知道 因为我试过了 所以我知道这招没用 OK 那怎么样可以排到前面 其实你要真的就做实在的事情 很简单 如果你的网页 是大家都很喜欢 就数量一定很真 就很喜欢去 第二个的话 他会观察你的停留时间 如果你停留时间越久 那相对这个网站是你喜欢的 他会去统计 第三个可能 就是你在拜访率很重要 会不会哪一天 如果每天 每个小时 一直进去一直进去 那那个网页的那个排名 他会一直往 所以他有个 他有个演算法 他的公式 反正不外乎就这些了 所以如果说你希望你的排名往前的话 那你只要把内容提升就好了 如果你的内容是对的 大家都很喜欢的话 那你的排名是要往上 那你要怎么对 还有一点 投其所好 大家都讨论 大家都喜欢的东西 你多做 大家不喜欢的事 你就不用做了 做了没有效 所以尽量就是 比如像我的东西 其实我也是尽量投其所好 反正大家不喜欢看那么多文字 喜欢看图 那我就都放一点图 然后喜欢看影片 所以最好里面也穿插一些影片 所以你会发现 我部落格为什么排在第一个 第一个 里面一定要字很少 字要很大 而且要有重点 还帮你mark起来 重点在哪里 你不用 对不对 因为现在人都很懒 所以我就告诉你看红字就好了 对不对 还有呢 看完之后的话 还有影片可以看 你就把影片看完 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OK 应该 再来的话 再提供给他懒人报 对不对 OK 你说他不会再来吗 可能吧 对不对 他帮你转贴了 对不对 OK 所以要做 而且不用多 你不用太洋杀 写一大堆 写多了 你要也看不下去 现在人真的很懒 以后人根本不太喜欢看文字 直接跳过了 对不对 不过最后 可能他会再回来看 还是会看文字 所以文字可能要再写多一点 所以如果今天 我希望怎么样 能够知道说我现在的排名 到底在网页里面 有哪一些是跟我有关的 那我一样 第一个我要找Google 第二的话 上面有个连结 不过你会发现 它有个社群 这个有个问号 其实它上面就是用get的方法 所谓get就是说 直接就是网页的网址上面 是传递它的参数 所以它的参数里面最关键就是 Q Q 等于 Q里面传一个叫 吴老师 其实后面这些都不用 没关系 其实最关键 就是这个网址 Q 等于吴老师 而且前后不用创一套 它就会传递 给Google的server 然后它最后把它server里面 database直接丢回来给你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查到这个东西的结果 里面帮我把查出来的结果的 一样title跟超连结 帮我怎么样 帮我把它列出来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这个地方又稍微更复杂一点点 不过你可以一样是观察 按右键 检查一下 里面的话带来什么 H3 你会发现这个就是直接H3 可是我要的是什么 我要的东西刚好在它的上一层 这个是标题 上一层的话是变个A A上面又有个DIV是等于R 然后这么多层 那我怎么知道我要的东西 超连结这边有 还有我要的标题在这里 那我怎么个别的把它取出来 并且列出我要的结果 请各位先稍微看一下 画面先还给试一下 说明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呢 我如果要抓这个资料 因为这个抓法跟我之前看到的 它那个语法又稍微不一样 之前它前面是H3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它有点不一样 找到按右键 检查一下 你会发现它这个地方 大概规则我们大概分析一下 它基本上我要的test在这个H3里面 所以呢 基本上我就在H3里面去抓它的test 特别说test它里面 那在哪边抓那个HREF 就A里面抓它的HREF 所以A里面 但是它放在哪一层呢 基本上你会发现 它这个网页的DIV好几个DIV 可是特别注意 不见得每一个DIV都可以得到里面的东西 因为它可能一层一层的要抓到的是最外面那个DIV 像我们刚刚那个 DIV最后是box2不是box1也不是 应该是那个break content 后来我刚刚试了一下 我发现应该是在最上面这一层叫DIVG 那这个地方的话 你会发现它就是每一个每一个一个的block 这个整个里面的东西 但是我如果只要抓H3跟那个A里面的东西 应该是OK的话 所以我刚刚试了一下 但试的方法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我怎么确定是不是我要的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 就是说第一个 我可以先怎么样 先用fine不要先fine all 为什么 因为你fine all的话便全部抓过来 你要全部处理 跑回圈 那如果你fine先抓 第一个如果是 你之后再把它改成fine就OK 再把它改fine all就OK 所以我先确定一下 那怎么去fine呢 就是把这个SP里面fine fineDIV跟g class是g 然后把它print出来看一下 这里面的资料呢 是不是我要的抓的那一段 你可以看一下 DIVG开头在这里 有H3了 对不对 然后有没有 HRE有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这一段应该是我们要的 只是说还有别的东西 所以确定应该第一个 是放在DIVG的这个区块里面 第二个的话呢 当然再来怎么样 分别再去抓H3 跟这个A 所以呢 我就在底下写一个回圈 那这个回圈部分的话 基本上就是 我先把这个 先拿掉 这个先注解 取消一下 接下来就怎么样 把找到的这些 改成什么 改成一个fine all 全部哦 帮我找一下 全部的那个DIVG 因为这个网页里面 全部的东西我都要 那所以呢 丢过来之后 它就是一个串列 所以一堆东西 我们就不print的出来 那所以呢 我要把里面的 第一个抓出来的话 放在ST2 就是一层一层 然后呢 我要find什么呢 利用ST2去findH3 H3里面有标题 所以我把那个里面的标题 ST3 这边又多一个 就是H3抓过来 我放在ST3 那把他这个里面的文字 先抓出来 再来的话 就是说呢 再把他里面的那个A抓出来 他A里面主要是要 get他的超连接 OK 就跑个回圈 只是说你如果 没把握 你可以先不要跑回圈 你可以先怎么样 先就是 当然我也是跳比较快 因为可能时间关系 没办法 你find一个之后的话 理论上应该是 你就把什么呢 把这个里面的东西 就是比如说 先把ST2 里面等于什么呢 等于ST1里面 ST1就是find到那个区域 里面我要抓什么呢 那我跟他讲 如果要find一下 find里面的什么标题部分的话 就find它里面的 H3 意思是说我要找里面的标题 你就把ST2里面的test 先把它print出来看一下 所以你就把这个print 确定一下 反正这个你逐步逐步 慢慢去写 应该还是可以 慢慢抓到你要的东西 只要方法是对的 所以把它print 先看一下 这个 这个是不是 对没错 那再把什么呢 再把它的那个 就是 再利用它 去find 所以这边的话 可能要一个ST3 反正就123一直往下 那这边去找到它的A 那把它A里面的那个 超连接print出来 所以我print了它 它这边的话是ST3 用get 超连接也用get get它里面的那个 HREF 把它 大概这样逻辑 只是说这个 可能还是要逐步逐步 因为细节 请各位自己再慢慢去 去练习 因为这个还蛮花时间的 只要抽丝剥剪 只要我跟各位讲 就是那个细节怎么去抓 反正你只要 慢慢一层一层一层找 一定找得到 绝对怎么也找不到的 只是说要花一点时间 那因为我们上课 要马上写出东西来 其实也是蛮挑战的 只是反正我是照一样的方法 做出来给各位看 应该没问题了 好 这样的话呢 就是把那个HREF 这个是把它的ST3 所以再来就是 一个是 找到 对 这个没有 不过会有个问题 前面这边好像有七个字吧 一个斜线 URL 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如果你前面七个字不要的话 怎么做 其实好像我在上面有讲过 你可以 就是给他一个什么 中国阿胡 第七个的话 其实呢 一个文字也可以当一个串列 所以你如果把一个字串 转成串列的话 他就会把里面每一个字 每一个字切开 分别放在串列里面的每个位置 所以其实 串列 字串其实 也可以怎么样 把它当串列来使用 那比如说我要 把那个前面七个字去掉的话 那我就跟他讲说 我要从 第八字开始 对 第八 可是他顺序 index从零开始嘛 所以我们应该从第几个 应该这边输入七吧 然后 然后 就是表示说 我要到 后面的哪一个字 我 就是后面的我全要 只有前面不要的话 那其实 我记得往这边是加一个 999 你想说 你怎么加999 你后面几个字 你不知道 到底很简单 这招我在很多地方都这样用 为什么 因为我全部都要 可是我不知道 后面有几个字 反正我就输入一个 大于他的数字就可以了 比如他里面可能一百个字 那我输入999 反正他没有了 他就是 就是 全部的意思 你可不可以输入 99999也可以了 你要再输入也可以了 只是没有意义 大概989就够了 我记得好像这样就OK了 把它print一下 这样子 看一下 有没有 前面 就少了七个字 应该可以看得懂吧 这个还蛮重要的 我发现很多人 这个不会的话 你就没办法切那个字串了 OK 就是我们前面本来有 七个不要的字 那你如果那七个字不要的话 你就从七开始 这个七不是从第七个 七是指第八个字 因为应该从零开始 OK 然后的话呢 后面999 好 那如果我这个OK之后的话 我再把它改写成回圈 因为我要find all 所以这边把它注解掉 然后这边就把它改成find all 如果find all 它就是一个串列 所以我就底下用接的话 是一个回圈去接 所以这个回圈的话 就是把这个st1的串列放过来 然后逐一个逐一个去找 它的那个标题字 跟它的超连接 OK 然后 还有什么 对 这边把这个 这个中瓜糊拿下来 因为我不要前面那七个不要的字 这个时候把它执行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把它执行完毕了 你会发现 这边呢 基本上就执行成功了 但是底下好像又会跟你讲说 有个地方好像出错 可是 哈 最后一个 它好像跑到最后 最后一个 会有问题 是不是 这边的话 它跟你讲 最后跑跑跑 跑到那个最后一个 所以它可能会多一个空的 那所以 你要不就是怎么样 就是再把这个回圈 再把它最后减1吧 就是最后那个不要执行 要不然另外还一招 好像我有时候如果说我懒得去知道 我用那个 if也可以 或者说我用try try except tryexcept就是如果有错误的话 我就跳过 不要 不要显示就好 如果用try的话 就是写法就是这边可以写个try try一个冒号 意思就是 帮我试试 先试试看 如果有错误的话 你就帮我跳这边 ex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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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个冒号 enter 然后帮我做什么 反正你就丢一个东西 print也可以 意思就是 如果有错误 你就跑这边就好了 你就print 对着也许你可以pulling一个 错误讯息也可以 这个如果你们以前学过Java 或学过CC加 你都有这种东西 只是这边的话 如果我脱懒 你就tryexcept 就好了 就点意思说有错就帮我跳过去就好了 什么事都不要告诉我 OK 可不可以跑出来结果也可以 只是说呢 后面就不会出现了 因为except最后一个错了 反正他就给他跳过去了 这一招的话就也是属于那种懒人招了 以后你也不管 反正不然的话你可能要改写回圈 把最后一个去掉 要不然就要多一个 多一个一幅逻辑判断 好像都没有这个简单 有没有 所以这个也可以把它记一下 tryexcept tryexcept就是说 如果你诚实有错误的话 你要怎么处置 我底下是没有处置 我不处置 我就跳过就好 OK 所以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 只是说 我在云端上面放的那个程式 跟今天好像又有点不太一样 主要是因为他Google 好像内部的程式又改版 所以我就重写了一下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部分 画面再还给 没有切 试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 请各位试一下 再更近一街的台英外汇好了 或者是说你要试一下 抓股市资料 那些也都没问题 所以你们回去蛮多东西可以练习 第一个吧 那个新闻网 除了Yahoo 然后还有Eat Today 其实还有别家 所以尽量 你就是试 如果全部都试完都OK 那表示你应该没问题 第二个话呢 就是抓那个外汇 外汇的资料 那外汇资料不是只有台英 对不对 你说银行几乎都有外汇的网页 那如果你要把它全部抓过 全部抓过来 其实主要用意应该是说 你可以比较 对不对 他哪一家是最便宜的 他其实马上就知道 但你要先去抓才知道 今天哪一家最 不是每一次都那一家最便宜 对所以有的时候 你就需要全部 甚至你用外汇 你不只是说台湾的外汇 你可能要抓美金的话 你可能要抓美国的银行的汇率 然后或者是说 你还要再了解一下 美金跟台币 或者美金跟日币 美金跟人民币之间 各个与 各个那个币别之间的 那个联动关系的话 可能你就还要抓其他币 不过我们 主要先了解台英外汇 其他的话 我想你们还有蛮多 可以延伸练习的 太多太多了 所以这个其实蛮花时间的 之前真的有同学 还蛮认真的 他就真的每一个外汇全部都抓 而且把他塞到资料库 所以他把前面讲的跟后面 我们有讲的 把它串在一起 其实就可以做出还蛮多的东西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延伸出去就是希望各位以后都可以变成 网络爬虫的高手 如果你可以做到的话 其实光这部分 其实衍生性的工作就非常的多了 现在很多职缺 就会有跟这个有点关系 以前可能没有这种职缺 不过因为有就是新的工具 就会有新的职缺 新的职缺的话 其实如果你们 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说不定可以再稍微准备一下 那当然你要有新的职缺 你要去应征之前 我刚才建议 不是说你会就会 你要给作品 所以你可能要秀一下 秀什么 你看我按一下 全世界的汇率 我都在我的database里面 马上秀一个图表给他看 报表给他看 对马上就对或者是说 要不然就是考个证照 也是一个途径 如果你完全没有 因为有时候敲门砖 你谁会知道说你到底有不OK 对所以这些都是加分 那就是多多练习这些东西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个刚刚讲的部分 那我刚刚那一段 也许我也把它贴到云端 恼肉 很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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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